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一面之圓》 作者 鬼角七 生活中很多巧合 無法解釋 是生命中註定的緣分 幾天前 有位記者發微博找我 說有個腿腳不好的小伙子 不帶分文 步行130公里 要去見偶像 並拍有視頻 我當時感到奇怪 這個人要干嘛 要學我行走 我看了那視頻以後 更吃驚了 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頭髮蓬鬆 上身穿一件羽絨馬甲 背個背包 一瘸一拐在路上走 背包上還貼著一張大白紙 不帶分文 徒步旅行 一屋到杭州 鬼角七 我要找到你 視頻中 她說要去見偶像鬼角七 對 就是我 我好奇 就算她到了杭州 該如何找我 微博找我嗎 我不怎麼上微博 她也沒有我的微信 公眾號給我留言 留言太多 我不一定看得見 我家地址和辦公地址 她也不可能知道 算了 那就看緣分吧 這兩天杭州下雨 氣溫很低 但玉蘭花開了 玉蘭花樹有些特別 它先開花後長葉 花瓣又大又肥 潔白圓潤 一旦開花 滿樹都是 很是盛大隆重 今天陽光明媚 我早上送完小朋友上學回來 想去工作室看看 車剛開出小區 快到文藝西路路口時 我看見有個小伙子 迎面走來 他走路一瘸一拐 怎麼有點眼熟呢 忽然記起來 不會是那個 來找我的小伙子吧 我下車 他也朝我走來 是你 嗯 七哥 沒有多餘的話 我讓他上車 他打開車門 用手拉住把手 努力把腿拉上來 我過去幫忙 他說不用 我帶他去了夢想小鎮 我的工作室在那里 他走台階很不方便 要用手扶著欄杆 沒有欄杆的地方 他就彎著腰 我過去幫忙 他說不用 坐下後 我讓會員給他泡茶 下面是聊天時 我了解到的信息 他出生於1991年 來自安徽農村 有點輕度腦癱 天生腿腳不好 但智商沒問題 高中時成績不錯 但家里太窮 父母年紀大了 他覺得 應該賺錢孝順父母 於是輟學打工 來到義烏 他許下了兩個願望 一是賺一百萬 二是把父母接到義烏來養老 於是他拼命工作 比他大六歲的哥哥 在外打工 喜歡打牌 三十多歲了 也沒找到媳婦 沒存下一分錢 他覺得哥哥不懂事 於是就讓哥哥到義烏來 一起開網店 讓哥哥幫自己發貨什麼的 去年出了點事情 他把網店賣了 還找銀行貸了十萬的款 今年他又開了網店 但生意一般 他壓力很大 看了我的書 人生所有經過的路 都是必經之路 他很感動 他決定從義烏出發 不帶分文 一路乞討行走 到杭州找鬼腳妻 希望能得到一些建議和指點 我見到他的時候 他一拳一拐 低著頭走路 他說大腿肌肉拉伤了 腳趾大拇指的指甲殼也掉了 你一路乞討嗎 是的 第一天有人給了我兩個饅頭 我吃了一天 第二天我口渴 想吃碗面 走了幾家 都沒有人願意給我 晚上我扛不住了 在貼吧發帖 有人幫我 加我微信 給我發了個紅包 我沒點開 我微信里還有零錢 就當他請我住下了 要飯是什么感覺 第一天我覺得挺興奮 第二天別人給我饅頭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在施捨 心里有些難受 他說著說著把頭低下了 我能理解他的感受 更何況 他的腿腳還有點殘疾 找我 我能幫你什麼 我欠銀行的錢快到七了 之前每個月還一千的利息 但現在要還本金了 我沒有那麼多現金 現在店鋪也賣掉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找我借錢 不是不是 我想堅持下去 只是壓力大 我不想欠錢不還 現在我的店鋪 每天有兩三百的利潤 但我相信會越來越好 他很難為情 又把頭低下了 能看出來他自身心很強 不會輕易找人借錢 更何況我還是個陌生人 我給他提了些建議 可以和銀行的經理商量一下 每個月還三千塊 一千塊算利息 另外兩千還本金 他們會同意的 自己努力把店鋪做好 另外 記得經常抬頭看 抬頭能看見陽光 低頭只能看見自己的影子 我問 你這次有什麼收穫 這個過程是最大的收穫 他說 中午我們又聊了一會兒 聊過去 聊人生 聊必經之路 會員要請他吃午飯 我離開了 離開之前 我對他說 別擔心 困難會過去的 連要飯的日子都能過 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是啊 我現在遇到壓力 也對自己說 連要飯的日子都能過 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他說 晚上會坐高鐵回憶午 我祝福他 回想整個過程 我會在馬路邊遇到他 也許就是註定的緣分吧 人世間所有的相遇 都是有原因的 海人世界最是冷靜性的